字幕提供 《痴人得夢》亦推長 已讀不回Book Channel 喂 大家好 我是好青年途讀室的康亭 看這個頻道的人斷猜都是一些文藝的消費者 你們年中應該都看不少電影和小說 但是你們覺得自己算不算是一個好的讀者呢? 咦?什麼讀者都有好不好的嗎? 當然有 今天我要介紹這本書 就是講怎樣才可以成為一個合格的讀者 《行走的百科傳書》 這本書就叫做《Six Walks in the Fictional Woods》 台版中譯名叫做《柔柔小雪林》 作者是《Unbattle Echo》 中文譯名叫做《安倍托艾河》 Echo本身是一個非常有名的學者 他研究的範圍很闊下去 會講一下美學、虎學、文學理論 又會寫一些流行文化評論 其實他的學術成就本身足以令他歷史留名 但是最恐怖的是他不只是一個學者 他還是一個小說作家 而且是一個暢銷的小說作家 他第一本小說 《The Name of the Rose》 《回歸的名字》 全世界加起來賣成五千萬本 後來還拍戲 所以Echo真是一個很屈肌的人 他左手寫論論 右手寫小說 兩飯都玩 兩飯都玩到白白聲 哈佛大學每年都會教一個叫 《Lorton Lecture》的文章 中文就叫做《諾頓講座》 這個 Lecture簡直就是文藝界的聖殿 被他聘請的都是非常重要的藝術家和學者 例如波克斯上過去講 卡爾維諾上過去講 音樂家John Cage也上過去講 1993年他又聘請了Echo上去講 Echo連續講了六個講座 之後結集成為這本這樣的書 那這本書要講什麼呢 書名《Six Walks in the Fictional Woods》 其實是一個比喻 Echo將虛構敘事 即是小說、電影、漫畫等 比喻為森林 他說看小說就好像在森林裡散步 散步而已 聽故事而已 有誰不認識 Echo真的覺得很多人都不認識 人們不是中途離開 就是走得太快 結果錯過了整個森林的風景 全本書有六個篇章 第一個篇章叫做入林 其實是講我們怎樣可以進入這個虛構森林 裡面是關於作者和讀者的概念 第二章是講序事時間 最主要是講時序 究竟順序講好還是倒序講好 有什麼特別呢 當我們將時間調轉了 第三章是講萬步森林 都是講時間 不過今次是講速度 特別是講慢速 什麼是講得快 什麼是講得慢 其實是序事學其中一個要研究的東西 第四章是講可能的森林 他的英文名字叫possible woods 其實是玩了哲學上 有一個possible world的概念 其實是講真實和虛構世界的關係 究竟是怎樣 第五個channel又講什麼 就是你說世界是虛構的 是假的 那裡面有沒有所謂真理 會不會有所謂錯的呢 它裡面寫的東西 會不會有所謂真呢 這個東西 我們怎樣去判斷呢 第五章就講這個 最後第六章 它就叫做虛構條文 其實講什麼呢 就是講原來我們看小說 就好像簽了一個契約 你打開這本書 你就要接受這本書是假的 就是講的是假的 但是你要當它是真 這樣你才可以欣賞到它 你才可以看到它 那我們看到這六個chapter的編排 其實就好像帶我們進去這個虛構森林 你看看那邊有什麼看 你看看那邊又有什麼看 所以這本書其實就好像一本旅遊指南 告訴我們在這個虛構森林 散步的時候可以怎樣做 有什麼要注意 但因為時間問題 我今天只會介紹第一個chapter 就講一下我們怎樣才能進入這個森林 我們一般會覺得 作者是作品的意義來源 如果有個人寫了一本小說 你不知道他想表達什麼 最簡單直接的方法是怎樣 當然是去問那個作者 如果我不認識那個作者 又或者那個作者已經死了 那怎麼辦 不要緊 雖然他不可以親口告訴你 他的創作動機 但是我們可以調查一下 他的人生經歷和生活習慣 例如我們可以看看 他是什麼時候的人 他在哪裡鄉下 偷看他的日記和書信 憑著這些資料 我們就可以更加理解這個人 然後推測他寫這本書的時候 其實想說什麼 根據這種想法的話 一件作品就只可以有一個正確的解釋 而這個解釋就是作者的原意 如果我們對一件作品的解釋 和作者的原意有出入的話 那就就是解錯了 但是Echo不同意這種說法 他認為作品不是作者一個人做出來 讀者其實是有份參與的 一本從來沒有人看的小說 其實不是一個故事 它只是一件物件 小說一定要有讀者去看 它才能夠作為一個故事存在 Echo將敘事作品 比喻為一部懶惰機器 所謂懶惰機器 就是那些自己不會動的東西 例如單車 它就是一部懶惰機器 因為單車自己不懂得動 要人踩它才會動 同樣一本小說只是由空洞的符號構成 它本身不算是一個故事 一定要有人閱讀這些符號 才可以將故事展開出來 那我們就看看Echo怎樣形容這件事 任何虛構的敘事都必須是 而且注定是快速的 因為建構一個由無數事件與人物組成的世界 無法巨勢美懷 面面驅導 只能提示 然後由讀者自行去填滿所有的奉規 每一個文本 就像我以前寫過的 都是疏懶的機器 要求讀者也分擔部分工作 當一本小說建構一個虛構世界的時候 它不可能講完這個世界的所有東西 如果不是的話 每本小說都會無限那麼長 例如變形記第一句說話 某日早晨割睡隔山煞 自擾人的夢中醒來 發現它在床上變成一隻巨大的蟲子 留意 這段說話沒有告訴我們 把床放在地上 它甚至沒有提過有地下這件事 為什麼我們知道床放在地上 而不是浮在半空中 這個其實是我們自己解釋出來的結果 我們之所以會這樣解釋 是因為這樣是最合理的 講故事注定是省略的 所以一個故事總是充滿空隙 這些空隙是要由讀者自己去填補的 Echo認為閱讀是一個不斷選擇的過程 他說每當及密動詞出現的時候 讀者都要在自己的袋裡 暗示一些東西出來塞進去 所以讀者其實是有份參與故事的創作 作者寫小說就像整部機器出來一樣 這部機器是要人操作才會發揮到它的功能 但是這部機器一旦整出來之後 就可以脫離作者的意志 人們可以隨著他們的喜好去玩這部機器 不過操作這部機器是需要技術的 技術好就會玩得厲害些 技術差就會玩得沒那麼厲害 作者自己其實都只不過是其中一個玩這部機的人 他設計這部機器的時候 心目中當然會有一種玩法 但這不代表他心目中的玩法 是唯一正確的玩法 如果有人發明了一種作者沒有想過的玩法 但又玩得頭頭是到的話 我們是不可以說那個人玩錯了 根據Echo的想法 同一件序事作品 其實是可以有多過一種解釋的 這個想法令到作品的意義 從作者的手中解放出來 不同時代不同文化背景的人 可以不斷解釋同一件作品 令他的意義不斷增加 如果不用跟隨作者的原意 那我們是不是就可以亂解釋 那還有沒有所謂錯誤的解釋呢 如果我說變形記要表達的是 初戀無限尾 那又行不行呢 Echo說大部分的人都會把虛構罪事 當作自己的情感容器 我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人生經歷 閱讀故事的時候 無可避免會將這些經歷填入作品 事實上 我們喜歡聽故事 很多時候都是因為它可以滿足我們的幻想 令我們可以在虛構世界裏面 將自己的情感發洩出來 但要注意 作品這個容器是有它自己的界限 不是你放什麼進去都行 如果你妄顧文本事實 隨自己喜好將個人經歷塞入故事裡 那你其實是在利用著作品 而不是在詮釋著作品 舉個例子 有個人去看電影 剛巧那部電影在他鄉下拍攝 戲中每一幕都令他回憶起他死了的親人 結果他一路看一路哭 但那一部其實是一部喜劇 在大家都笑的時候 他就在哭 在這個情況下 我們就可以說那個人讀錯了這部電影 那是什麼意義下的錯呢 他錯在罔顧了作品的特性 完全按照自己的意願 這樣解讀那件作品 正如一部機器有自己的運作方式 雖然我們有自由使用他的空間 但前提是我們不可以違反他的規則 一旦違反了這些規則 我們就不是在詮釋著他 而是在利用著他 好像我小時候 就很喜歡把那些麻雀當作積木 這樣砌 雖然這樣也叫做玩那些麻雀 但是我這種玩法 是在重覆自己的習慣 我完全領略不到打麻雀這件事的好玩之處 閱讀一個作品的時候都是一樣 如果我們只是選自己喜歡的東西來看 沒有留意到那件作品的整體佈局 那我們其實沒有真正看到那件作品 Echo認為每個作品都會投射出一個典型讀者 典型讀者不是一個具體的人 他只是一個抽象的標準 典型讀者是作品的完美合作對象 他擁有理解一個作品所需要的所有知識 Echo認為要欣賞到一件作品 我們一定要符合那件作品的一些基本要求 例如讀戰爭與和平 最起碼要知道19世紀的俄羅斯不是由共產政權統治 讀卡爾維洛的《如果冬夜一個女人》 就要有關於小說類型和小說傳統的知識 缺乏這些知識的話 我們就不符合那個作品對我們的要求 那我們就不能夠恰當地理解那件作品 換句話說 要恰當地閱讀一件作品 我們就要成為那件作品的典型讀者 那我今天就介紹了Echo本書的一小部分 講了怎樣才是一個合格的讀者 不過呢 符合典型讀者 只是理解一個序事作品的入場券 如果要成為一個好的讀者 我們還要懂得欣賞這件作品的序事策略 即是序事是怎樣講故事呢 他用第一人稱講 還是用第三人稱講呢 故事是順序地講 還是反過來講呢 故事的節奏是怎樣呢 哪裡講得快點 哪裡講得慢點 這些全部都是序事策略的一部分 同一個故事 如果用不同的方法寫 會得出很不同的效果 如果想知道這些東西的話呢 那你就唯有自己買本書來看 那這本書最尾的節奏呢 就講了一個挺有趣的問題 Echo就說 小說的世界呢 是比我們現實世界更加令人安心的 因為呢 我們肯定它有讀者 我們肯定這個text有意義 因為現實世界我們不知道有沒有作者 即是說我們不知道有沒有神 我們就很惶恐不安 整天都很想問 究竟有沒有神存在呢 然後我們就在這個世界那裡看一些符號 看到有彩虹 懂得落雪 這麼神秘的這個世界 這麼井井又條 那是不是就是說有作者存在呢 我們好像一個熱切的讀者 很想在這個世界裡找到作者的宗跡 但是找了這麼多年都未必有 我們沒有可能知道 相反在這個小說的世界就不同 小說的世界就是很安心的 即是它很有秩序 我們永遠都知道一定是有一個作者寫出來 而且他們裡面寫的東西一定是有意義的 那麼Echo就問 既然是這樣的話 我們可不可以用閱讀小說的態度 來閱讀我們的人生呢 那麼Echo就說 其實我們的人生真的比小說複雜得多 小說總是簡化的 所以你就覺得它好像很有秩序 不過我們經常都會在小說裡面尋求我們人生的安慰 嘗試在小說裡面學習怎樣看自己的人生 從而獲得意義 那麼我讀一段給你看 我們不論在任何情況下 都不會停止閱讀虛構故事 因為從中能尋找到賦予生命意義的法則 我們終身都在尋找一個屬於自己的故事 告訴我們為何出生為何而活 有時我們尋找的是一個廣大無銀的宇宙故事 有時是個人的故事 有時我們的個人故事和宇宙故事如出一切 對 對 對 處女座一點都不像 處女座誰敢去做會很隨便 我怎麼不認識 我升了小王子 好 好 來 好 你們不要吵 你可能帥哥的話 傳人 這個就不用了 我們可以實力派 實力派 小王子跳有雙下巴 哦 有什麼 好 很麻煩 我在做什麼 好大的風 我真是尷尬到瘋了